HELLO 欢迎来到生皮C5度 我是米过尔 大家一定在想 这个主题八成是上述大人 Batman要出来吹吧 不过因为他确诊喉咙炸裂 原本已经有气无神的声音 现在连气都很虚啦 所以这集的纽约王牌就由我来带为录音啦 上次生皮等着看的影片中 第一个overreaction 就是Batman的纽约王牌 NASA CORDES JR 整季的WAR会是纽约球队最高 而现在赛季进行了一个多月 大部分先发头手都先发了7场之后 CORDES依旧是那位纽约WAR最高的头手 在介绍NASA CORDES传奇的生涯之前 我们先解决大家最想知道的问题 为什么NASA CORDES可以留胡子 众所皆知 杨基有许多高达上的传统 甚至在非常强调英雄及个人主义的运动赛场 有着统一外表移动的规定 就是所有人都要保持清爽的发型 而且不能续胡 像是MyClavenger这种就是完全不及格 所以过往像是转队前来 Gary Cole、Joey Gallo 都因此把原先横距代表性的胡子给剃掉了 那为什么CORDES可以留胡子呢 其实是杨基怡隆的规定 只限于Facial Hair 连加上和下巴的胡子是不允许的 至于CORDES的小胡子 是Moustaches 也就是嘴巴上方的胡子 则不在此线 过去像是Ron Guidry Don Matney 比较近期的Jason Giambi 都在杨基时期有留过 而且在2021赛季以前CORDES是不续胡的 只是NAS的他累计42场出赛 直较出6.72防御率的残淡成绩 相比这两年2.44的表现 嗯...流得越浓越好 我想寄出没人想到 这位古巴出身的小胡子左头 会比自家培养的王牌 或是时尚最贵的投手更令人安心 欸?就像你也没想到 这时候有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是一个虚拟私人网路产品 可以任你将网路IP搬到不同国家位置 解锁原本受区域限制的娱乐平台内容 VPN更重要的是将你的网际网路连线 以军事等级的AES R56加密演算法加密 把你的资料加密得比CORDES的出手位置还复杂 确保你的装置隐私防止各自外泄 也就是说用了Surfshark VPN 就像是帮你的浏览行为 加上Moustaches 如同CORDES今年之灵底芯 市面上也没有比Surfshark更划算的选择了 只要一个帐号 无线装置同步使用 当然不会忘了给我们观众的专属优惠码 现在就订购Surfshark VPN 或是输入优惠代码BEERC5 获得1.7则优惠 订阅两年方案 还有免费3个月哦 噗噗噗 根据我的小小测试 Surfshark VPN可以让你不再需要看 凡人的幻局回顾MLB Flashback哦 OK 接着我们就来讲 Nester Cortex的生平 一个称得上是棒球史上永不放弃的奇迹 1994年与古巴出生 但在一岁之前就移居到佛罗里达 并且从4岁开始打棒球 高中时期的偶像是Gio Gonzalez 同样是一位身材不高大的左头 可惜Cortex高中时期始终没有什么高评价 最终在2013年选秀 第36轮被杨基选走 进入职业后的路非常不顺遂 在新人联盟一代93年 看着许多比他更有天赋的人一一放弃 Cortex还是告诉自己 他要投到真的没有球队要他为止 升上2A时对上的打者建议他 如果球数不好 可以试试看变换出手动作来扰乱打者节奏 事实上早在高中时期 Cortex就时常运用不同角度的出手来迷惑打者 更加专注在节奏变化后 Cortex也跳上3A 不过在2017年年底 杨基不愿将他放进40人名单 并透过规则无选秀被精英挑走 对于Cortex来说 比起在强盛的杨基抢到一席之地 当年狂吞115败的精英明显存在更多的机会 尽管小联盟成绩倒吃甘蔗 他还是很清楚自己的实力 只期许自己能够在大联盟缴出150G 防御率4.50的成绩 然而大联盟的打者完全不是同个成绩 Cortex出在4场就被打出10支安打 其中有两支拳内打 其中一支还是被现在的队友 Josh Donaldson所集出 Cortex说 结果我根本连一局都投不完 惨淡的表现让精英直接把他退还给杨基 而杨基又马上将他交易到水手 换取国际球员签约金 而在西雅图依旧是被打成蜂窝 还阴伤下放到3A 好在一切的转机出现 同为2013年的选秀 找Cortex19轮被选中的Rob Marcelo Jr 已经放弃球员梦在水手3A当投手教练 而Cortex正是和Marcelo求救 为何到了大联盟就无法复制小联盟的成绩 Marcelo开始用高速相机和分析工具 帮助他调整被打成肉包的四缝线 Marcelo提到 既然你的球数不是9.899英里 那我们就从转速为进把它改造得更特别 这次不只是出手点 Cortex改变了握球的方式 根据Statecast的数据 这样的改动让他的私逢线转速 从不到平均的2100转 到接近的2300转 摇身一变成为最具效率的武器 看看这张X轴是球数 Y轴是三振率的突 其中有两个点是不到91英里 三振率异常突出的 一位是名人堂等级的Clinton Kershaw 另一位就是Cortex Jr 再次的载自小联盟后 再加上羊鸡、招逢、伤病以及COVID-19的影响 Cortex获得了在布朗克斯出赛的机会 在面对大古祥品的节奏变换 给了大家第一印象后 Cortex轨绝的节奏 搭配隐蔽的出手点 马上席卷全联盟 他更用22场出赛 防御率2.90的好表现 说明了经历8年的蜕变后 这是他真的成为最高殿堂的一员了 新赛季的Domingo Hemant 持续受到伤病影响 Cortex顺理成章 成为显法的一员 根据西瓜Aaron Boone的说法 今年Cortex升星的准备比以往充足许多 事实上本人也提到 因为确定能在大联盟投球的机会 让他休赛季不用到多明尼加东盟打工 好好调整状态 再加上本季大幅增加卡特球取代滑球的使用 三振率从去年的27.5%上升到32.5% 不仅开季面对精英的比赛中投出完美的一局 在5月15完成本季第七场先发后 防御率降至1.13% 直接空降美联防御率王 从36轮选秀 好不容易熬上大联盟 却无法复制小联盟成绩而被下放 直到遇到贵人Marcelo后 才彻底逆转他的职业生涯 Naster Cordex Jr. 无疑是代表了职业赛场上 永不放弃的精神 好的以上是Bandman对于纽约王牌 Naster Cordex Jr.的介绍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Nasty Naster呢 他给我一种Alice Caruso之于胡人的感觉 原本以为只是大城市美光灯下的丑角 没想到真有两把刷子 最后如果还有我们想要介绍的球员 别忘了在下方留下眼告诉我们哦 我们是生皮C5度 我是米国 那么在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